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义派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 广义派大致认为 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 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 都可以称为文字 根据这种定义 狭义的文字是与特定语言联系在一起的 并且其拥有成体系的记录符号 具备通过组织不同的符号 以构成句子来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能力 广义的文字实际上是把狭义文字形成前的那些具备型 异要素 但难以与语言单位相对应的早期刻画符号 也纳入了文字范畴 学术界一般称这类客服为 原始文字 或者叫 始前文字 等 按照广义文字的定义 像诸如西安半坡所见的陶器客服 以及安徽双敦 浙江两主 青海柳湾等遗址发现的客服 都可称为文字 然而 由于这类客服数量稀少 实际上并不具备可以构成句子 以表达完整意思的能力 因此 目前学术界主要使用的是 狭义的文字概念 按照狭义文字的定义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 汉文字形成的标志 是阴虚甲骨文的出现 阴虚甲骨文 为什么会在武丁时期突然出现 至今仍是一个谜 由李学琴 彭玉山二位学者合著的 《阴虚甲骨文分析研究》指出 就目前所知 全部阴虚出土的甲骨文字 凡是能确切判定年代的 都以武丁时期为最早 迄今为止 还未找出 确切属于武丁以前的甲骨课词 就目前所发现的 阴虚甲骨课词来说 可以断言 其中即使有武丁以前的 那也只是凤毛麟角 绝无形成一类 而总结出称谓系统的可能 更不可能讨论 其与其他骨词之间的 各种内部联系 整个阴虚时期 既有八代十二上网 其中 武丁为第四网 武丁之前 还有盘庚 孝心 小乙三网 为什么成熟的甲骨文字 会突然出现在武丁时期 在武丁之前 甚至说在阴虚之前 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发掘到成熟的文字材料 甲骨文之所以会在武丁时期走向成熟 其实有深刻的历史根源 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甲骨文的突然出现呢 现在 让我们先从印度河谷的印章文字谈起 印度河谷文明是著名的古代文明之一 因地处印度河流域而得名 其代表性遗址有摩亨佐达罗 孟汉州道罗 和哈拉巴 哈拉巴 等 该文明是亚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 之前的一个古文化 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 至公元前1700年之间 印度河谷出土了大量的带有类似文字符号性质的印章 学者们大多把这种字符称为印度河谷文字 或者称为印章文字 图形文字等 据统计 这类印章文字共有400余个 大多具有象形文字的特征 关于这些文字的来源 国外学者由达罗皮图人启元说 苏美尔或埃及启元说 本地启元说等几种观点 当然 这些都并非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这里 我们要讨论的是 印度河谷文字与汉字启元的关系 1952年 美国学者盖布 爱 Gee Jill 在其新出版的文字研究 A Study of Writing 中提出 中国文字起源于印度 此说在西方学术界获得了不少市场影响至今 1982年 饶宗一教授 选堂吉林史林 在香港出版书中收录的谈印度河谷图形文字 列举了20多个单字 认为印度河谷文字的构造方法跟汉字的关系应该很密切 但是 饶宗一教授使用的材料既有比印度河文明晚的如二里头 隐虚四川汉墓的材料 也有与印度河文明世间相当的马场文化材料 还有时代上缘早于印度河文明的半泊客服 这样整个情况一下变得复杂了起来 2011年 四川大学何征教授的《中国文字起源研究》出版 书中把印度河谷文字与中国各个时期所见的文字 客服进行了更大范围的比较 结果表明 印度河文字与上代以前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所见客服相同相似者有32个 与中国南方地区所见客服相同相似者也有32个 与殷须甲骨文字相同或相似者更达57个 除去重复的中印两地所见字服相同或相近者合计达89个 这种情况是偶然的吗 印度河文字之谜尚未解开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2001年7月31日 纽约时报第一版发布一则消息 介绍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西伯尔特F T.哈伯特 博士在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发现的一枚石印 这枚石印为黑预料 印面刻有四或五个字符后 笔记内有红色 印章的发现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奇怪的是印章上的字符太像汉字了 然而据与石印共存的探测订 该印的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 当时汉字并没有形成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 Victor H. 教授由此提出 安诺印章迫使我们重新用一种根本不同的方式 考虑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 李学勤教授在对安诺石印研究后则指出 安诺石印上的字符均可以从中国史前淘气符号中找到 但他又认为安诺石印和中国境内的养烧等文化 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实际上 如果我们把考察的时间范围拉长 空间范围扩大 就会发现印度河谷文字和安诺石印 出现与中国史前客服相近 甚至相同的情况其实并不奇怪 从考古资料来看 东西文化的交流在新世纪时代就已经发生 并且直到先秦时代就没有停止过 在这一交流过程中 东西方的产品、技术都在不停地双向流动 比如水稻、树、彩桃、丝绸等 就有一个由东往西传播的过程 而小麦、马、玄杖文化、青铜技术等 则有一个由西往东传播的过程 在这种交流互动过程中 印章充当起了商品和财物印信的功用 而海贝则逐渐转化为一种商品等价物 海贝属于暖水中生物 主要分布于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热带海域 从考古材料来看 我国最早使用海贝的地方为马家窑文化 后圣经与青铜时代 马家窑文化地处西北腹地 这一事实再次证明 中国经西北与域外的交流 在新式气时代就已经存在 有商品贸易活动 自然就有从事这一活动的族群 从先秦文献来看 月知、有新式、阴商等族群 均有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记录 从考古材料来看 隐需富豪墓大量使用的来自金新疆和田的预料 阴人使用的马车也是源于域外文化 何征教授认为 较大规模的贸易是通行文字 即狭义文字形成的原动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 阴商人先天就具有成为文字创制者的文化基因 为什么创制甲骨文字的是阴人而不是下人 一、阴商民族比下民族具有更加深厚的商业文化传统 印章是贸易活动中的谢物 有阴商民族具有阴商文化传统可知 阴须必有印信出土 事实上 阴须遗址确实在1998年 2009年 2010年 先后出土过三枚青铜印章 具体可参阅、考古 2012年第12期刊载的相关简报及研究文章 此外 民国时期黄军所及《夜中片语》也曾注录 《安阳三席》 李学勤先生认为 《安阳三席》均为商代文字印 另外 1976年 殷须富豪木曾出土一见所谓的《龙有石器盖》 经李林教授研究 盖务实为图形章 在阴商崛起之前 印章在商品贸易活动中起着标志器主以明所有权的作用 而在殷商崛起后 印章开始步入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并逐渐转变为一种权力象征 这种印章文化的形成 从源头上讲显然也可以肃及殷商民族的文化传统 再来看三星堆遗址 毫无疑问 三星堆文明与当时的印度河地区甚至中亚 中东地区是存在贸易关系的 三星堆出土淘气残天上的七个客服 在印度河谷印章文字中多有发现与之相似者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 三星堆遗址并没有出土印章 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2016年还曾发生过一件趣闻 当时87版《红楼梦》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先生 自称获得了一枚古术印章 引起了社会关注 没料到 三星堆博物馆很快对此进行了澄清 指出 古术文化没有印章也没有文字 三星堆文明存在对外的贸易活动 但却没有印章出土 这种情况表明 在三星堆文明中 从事贸易活动的族群 并没有进入余下联盟的权力中枢 从整个先秦时体系来看 上文提到月知 有心事 殷商等诸族 其实都是渝族集团成员 这种情况再次表明 在余下联盟中 下族是居于统设地位的 二 在下商二代的政治运行机制中 下人通过神像来与鬼神沟通 阴人则通过文字来实现这一功能 阴人毁灭三星堆王朝之后 如何表明自己拥有继承余下王统的合法性 对于阴商人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三星堆文化和阴虚文化都有浓厚的原始宗教气息 在那样一个时代 如何塑造自身与天地鬼神的沟通能力 是关整个政权的统治基础 在三星堆时代 下人与天地沟通是通过铸造神像 神术 太阳行器 神鸟 神兽等器物来实现的 如果阴商人完全照搬下人的文化模式 则显示不出其具有继承王统的必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 基于阴商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 通过创造成体系的文字来实现与神灵的沟通 对阴商民族来说 无疑是一个极家选择 怀男子说 苍邪作书而天欲素 鬼夜哭 这条记载看似不惊 实则说明了 文字创制具有神圣特征 这与古埃及把文字称为 神的语言 是相似的 甲骨文的体系化 为什么是在武丁时期 而不是盘庚 孝心 小矣时期 依 依照 下与商周并行论 的观点 甲骨文之所以会在武丁时期 完成体系化创制 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毁灭世界有关 这一毁灭事件 即左传中的 后裔代下 竹书纪念中的 一干起位 博裔油盐后裔 后 博君取王裔 以为盈母西部字 以为盈母之部 亦 以二字双生对转 古音极进 据测年数据 三星堆青铜文明 毁灭于约公元前1260年 从殷商时戏表来看 这一时期在位的商王 为小矣 以一二字上古音为双生蝶运 发音相同 小矣之后 商王为武丁 从殷须补辞一期的记载可知 当时殷商西部战时 尤其频繁而惨烈 这说明 下商之争从小矣时期 一直延续到了武丁时期 甚至知道金沙文明 重新崛起 也没有停止 从这个角度来说 后一代下 一干起位和商劣鬼方之战 完全可能是 同一事件的不同记录 殷人本属于渔族集团的成员 却灭掉了代表着 渔夏联盟的三星堆文明 从渔人角度来看 三星堆文明的毁灭事件 与商君盼顺的记载 也是相呼应的 二 从甲骨材料来看 商王武丁为甲骨文的创制 做过大量工作 一个重要的证据 就是武丁时期 存在一个庞大的捕人集团 据统计 从武丁到地心时期的 阴代捕人 总数为117个 其中仅武丁时期 就达70人 超过其他八代 商王时期的总和 捕人数量的庞大 为甲骨文的创制 提供了充分条件 也为武丁时代加强神权 提供了重要支持 综上可知 作为一种成体系的文字 甲骨文之所以会在 武丁时期出现 是多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文化层面来看 我国从新17世代开始 就出现了大量 具有技术性质的刻画符号 这是甲骨文能够产生的 社会土壤 从经济层面来看 从新17世代开始出现的 远距离商品和技术交流活动 在促进技术符号的 进一步使用的同时 也促成了月知 阴商等这些 具有营商文化传统的 族群的形成 从政治层面来看 阴商民族在取得政权后 创造一种全新的 能够实现与鬼神沟通的 神圣工具 是为了证明 其王统具有神圣性的 必然要求 而这一点 也正是甲骨文之所以 会在武丁时期 出现的根本原因 过去 学者们在研究文字起源时 要么注意到了 经济层面的因素 要么注意到了 文化层面的因素 但对政治层面的因素 则往往关注不够 甚至也没有意识到 这个课题应该放到 整个历史年代 框架中来思考 而这一点 正是甲骨文形成之谜 长期不能被破解的 根本原因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